这对情侣的基本资料 各位请看 我们相恋两年了 在一起的第一年 他对我特别好 后来他因为考研失败 就对我有了变化 把我当成一个累赘 我之前成绩一直都不错 现在考研失败了 我真的很难接受 他思想特别幼稚 从没有理解过我 还做了很多过分的事 我发誓我为他付出够多了 也没做过伤害这段感情的事 最多就是有点黏他 他现在非要跟我分手 我真的接受不了 我和他不为一的人 我也给不了他想要的生活 待在一块我感觉就是相互折磨 不为我们不如好就好散吗 让我们掌声有请这一队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成 二十三岁来自河北是一名职员 女嘉宾小人 二十三岁来自河南是一名职员 来有请两位有请 好嘛 比他高是吧 是 谁要来的 是我要来的 为什么呀 因为他现在要跟我分手 但是我不想分 求不分手 因为他现在太任性了 你知道吗 所有事都得医着他来 人家不就姓任吗 任性点怎么了呀 怎么任性呢 使那个小孩子气你知道吗 就有一次那个水痘嘛 阿姨还跟我说要命了 什么什么的 我特别着急 当时就 我就带着去医院了 到医院 那医生说 回家调养几天就好了 然后当时我就回公司上班去了 然后他就没完没了 给我打电话 没完了给我打电话 你说水痘 我之前也没得过水痘 他就陪我去医院看了个病 然后之后就对我不管不问了 你说我自己一个人在出租屋里 因为水痘会传染 然后跟我合租的那个室友 他都搬出去住了 你说我自己一个人 我那时候还发着低烧 然后浑身特别痒 我就想让他过来 哪怕看我一眼 照顾我一下 他都不过来 那我也不能总盘你吧 因为那会儿刚要转正嘛 所以说 你们什么班啊 属于在工地那种 因为是那个智建园嘛 所以说晚上有时候工地又活嘛 不是 他就是不想过来陪我 他之前不是这样的 你知道吗 就是自从他考研失利了之后 他整个人对我是360度大转变 他之前对我一直都挺好的 现在他一直都觉得 他考研失利是因为跟我谈恋爱 就耽误了他 是我拖累了他 我是他的累赘 等我考研失败之后 我感觉心情肯定不好嘛 那会儿啊 所以说那会儿冷落了 还有一段时间 但是他应该理解我 因为一年都白费了嘛 你们 你们俩心情特别不好 你们俩是同学啊 不是 我们是临校的 我们是临校的 怎么认识的呢 当时是因为大二的时候 大二啊 对 我俩在同一个餐厅做兼职 刚开始还不认识 就后来有一次 我和那个客人发生争执了 就是他有点看不过去了 就过来帮我解了围 然后但是因为这个事 就是那个老板把他给 把他给开了 有个客人投诉嘛 所以老板当时把我炒掉了 英雄救美 算是吗 对 就这么来 怎么叫算是 然后我就觉得挺对不起他的 然后之后我就又找了一份工作 就也是兼职 然后我就打电话给他叫过来了 后来就在一起 因为是临校 上下班也挺方便的 后来慢慢就产生了感情 英雄救美 因为那本还没对象嘛 所以我感觉他这人挺善良大方的 长得也还可以吗 还可以 当时就追求了他嘛 他也就同意了 慢慢就发展了两年多的爱情 好 刚才这女生说你考验没考上 对 是吧 怪他嘛 他就是因为考研的事怪我 你怪他干嘛 我感觉应该也有你的因素 有他啥因素啊 考研一年他总是粘着我嘛 因为考研也不是特别简单嘛 什么叫他总是粘着你啊 他当时总是找我嘛 因为考研也要复习的嘛 你复习你的呀 但他总是去那儿粘着我 去自习师他也去找我 不是 是因为他之前学习一直都挺好 就是在学校还拿奖学金什么的 但是因为我比较笨嘛 然后他觉得他考研就失败了 对他打击特别大 对父母没法交代 然后他就说 就是因为我太粘着他了 然后我浪费他时间 之后就对我特别冷淡 那就算了呗 都对你冷了 你还为什么非要粘着人家呢 后来他考研失败了 他就他不考了 但是他又想了一出 你知道吗 他说他要出国 这个事我是后知后觉才知道的 我出国人为了提高我自己啊 他提高自己 对咱们俩的以后的感情不是更好吗 那你说你出国了 你肯定想甩掉我家里又散了呀 那为什么说 为什么你这么认为呢 你什么逻辑啊 为什么出国就必须得甩掉你呢 你说你 我感觉那爱情没有距离 你说你出国那么远 我整天见不着你也看不着你的 我想你了怎么办呀 那你也回不来呀 那我有我的想法 你得支持我 在这一点上 就必须得天天黏在你身边嘛 然后呢 就那时候他因为出国得考雅思嘛 然后他就白天因为他那会儿吃实习 然后晚上他去新东方做那个兼职助教 就可以一边学英语 然后就考雅思嘛 我白天其实是也要实习上班的 但是我晚上的时候就会去他住的地方 就会去等他回来 有时候会给他洗衣服呀 做做饭什么的 但他还嫌弃我 雅思没过吧 你去肯定不方便 因为在外边租的房嘛 里边都是大小伙子 然后他一女生 白天晚上都去那 你告诉我 是不是雅思没过 是没过 又怪他了吧 没他的话雅思早过了吧 对他 是吧兄弟 也不都是这原因的吗 自己意志力不坚强怪人家你说 然后他就一直觉得 是我太任性了 是我 反正就是自从考研之后 包括出国这个事 都一直都怪我 但是我一直挺喜欢他的 因为我觉得 他长得也挺壮的 对我也难得听一个女生说 喜欢长得壮的 这倒挺好的 因为我个子也高嘛 可以保护我是吧 那时候还去健身房练肌肉什么的 然后他这个人不注重外表 他一件衣服弄穿好久 我觉得他这个人可朴实了 我觉得对他反正就挺喜欢 之间一直挺好的 后来大四快毕业的时候 我父母让我回老家 说是在老家那边工作 我看资料上你河南是吧 对我河南的 然后我就说我在这边天津有个男朋友 我想和他一块在天津奋斗 然后我父母就说 那我过来看看他 就是给我把把关 看看这个人到底怎么样 二 因为刚毕业 我感觉见父母有点早 你没见 因为之前跟他商量了 我感觉现在见父母 还是确实有点早 不是 我又没说 就让他见父母 就立马结婚什么的 二 我现在还没准备好 你说现在就见父母 因为刚毕业嘛 所以说 你还是感觉上位有点早 你觉得你一无所有 但是我并不嫌弃你 我就让父母把把关 又没说立马要结婚 但是你这么想 我作为男方 你说我怎么想 行吧 我得有我这方面的考虑 推赞阻塞的一直不见 然后我就骗他 我说 在公司楼下 中午下来和我吃个饭 然后就把我父母给带去了 你让你父母是多没脸呢 姑娘 后来呢 然后就 他也没准备 反正就挺不愉快的 这次见面 然后见了之后 我肯定对他印象不好 然后就让我回去 还给我安排相亲 我就为这事 跟父母闹得特别僵 这些事一直 其实我压力挺大的 我都没跟他说 他都不知道这些事 上杆子 上杆子一定不是买卖 现在女生也是 一点都不矜持 就非得那个什么 你那么喜欢他呀 不是 他之前对我真的挺好的 就比如说我们刚开始 他没考研 之前在一块的时候 因为我喜欢陈一逊 然后来天津演唱会的时候 我就买不到票 他就想各种办法给我买票 还给我找那种原生的CD 然后周边啊都不 行他对你好就行了吗 他不让你黏过他 你别黏过他不就完了吗 不是关键现在他想跟我分手 哦要分手了 然后他有时候他也别任性 你举个例子说说 尤其就是上次那水痘那事嘛 就是我没陪他嘛 他就把那事挑到我们那人事那块去了 说我也得水痘了 当时在公司整的特别尴尬 你不知道吗当时 哦你去他单位了 就是给电位打了电话吗 我没有去他单位 就是因为当时我一直叫他 他不过来 我就一直给他打电话 一直打电话 他就是不接 我打了好多电话 就手机都快打爆了 他就是不接 然后我想 没必要把咱们私人感情 放在工作上面来吧 我想方式把就找到了 他们人事部的电话 然后就举报他 就说他得水痘了 就是会传染 然后他们人事部就给他放假了 然后他陪你了吗 没有 要我我也不陪啊 你去哪了 我当时一直在腹舌尺呆着 因为我特别生气 因为个人感情 那是没必要放在工作上嘛 我觉得这就是 你越来越不在乎我了现在 那我在乎 你就必须天天地 在你身边陪着你是吗 这就是男生觉得 要跟他分手的一个理由 是吧 就是的 平时特别认为 而且有一次就是 过生日嘛 谁过生日 他过生日 然后他非得拍什么婚纱照 然后过生日 我已经给他准备好其他礼物了嘛 为什么非得拍婚纱照呢 不是 就因为那时候 我已经感觉到 他越来越对我不上心了 我就想说 以前各种礼物都送过了 我说就拍个婚纱照 然后记录一下 记录啥呀 就看一下他对我的态度 就有没有结婚的打算 然后 测试 也可以这样说 当时因为我没跟他拍婚纱照嘛 他还故意气我 就之前大三 不意气你什么意思 对啊 之前大三的时候 不是经常出去拍那个 李一模特 之前我就反对他这个嘛 后来他就不做了嘛 然后后来就因为这件事 又出去拍这个李一模特 他给我发照片 好 做就做呗 李一模特没什么呀 但是我感觉挺烦干的 我的女朋友 我不想叫他去做这个 那就跟人照婚纱照呗 那当时我就同意跟他照婚纱照了 因为我不想 就照了 照了 你也够没原则的了 因为我不想再跟他继续闹下去 照不都照了 你还等着啊 对啊 那就如我所愿了 当然照完之后 但是也是我逼着他 反正我发到我的朋友圈上边去 当时家人跟朋友都特别那个 就炸开锅了呗 那我觉得 你结婚了我们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照一个多好的事 你发朋友圈 那大家肯定都会进步咱们的 那你得给我刷摆一下行不行 没有人会去质问你啊 是不是 是你发的 发你朋友圈 发他朋友圈 那会儿我都不知道啊 你干嘛发 哦 是你拿他手机发他的朋友圈 我一个一个又跟你解释 哦呀呀呀 尤其我那哥们跟家人人 你都结婚了 什么情况啊 对啊 特别激动当时你知道吗 对对对 大家都傻了是吧 对啊 尤其你爸爸是吧 爸爸肯定 对 你爸爸说 哎呦 你看我儿子多出息啊 结婚了 对啊 那也挺好的 你说 我 当然你 姑娘你长点心吧 不是 结婚照多好的一件事 大家看到都会祝福是吧 谁会质问你 是不是 当然咱俩现在只是男女朋友 管你 在我朋友圈发这个 你 你让我怎么解释啊 这个 你还干过什么荒唐事 你告诉我们吧 一鼓脑你都说完吧 你 没有 没有 没了 就这些事了 你还没有 就是 还有一次什么两周年纪念日 他也过呀 就那次不是忘了吗 他就跟我没完没了的闹 什么生日啊 情人节我都给他过 那次 可能工作加班是忘了 然后跟他没完没了的闹 然后那次我就骂了他嘛 你骂了他 对 你骂了什么呀 不是 说有点生气 你说 你说平时的结婚 不是也都算了 那两周年结婚纪念日 两周年结婚纪念日 你是多想结婚的孩子 你看看 结婚都要疯啊 这是 来来来 两周年结婚纪念日 说往下说 就那个两周年 就人家没给你过 怎么了 然后他 然后我就 然后他骂了你 我跟他说了 他也没表示 他骂我 你知道他骂我 他骂我矫情 说我作 说我整天不思进去 不求上线 就知道拖他的后腿 说了他也没什么 特别错 你知道吗 骂我骂哭了 哭了 哎呀 然后你呢 然后我们就冷战 就冷战了一个多星期 他也没理我 之前他也会哄我的 后来没理我 我那段时间心情挺不好的 因为之前就有一个男同学 追我追的挺厉害的 追了我一年多 没有 我没说你有 我就是啊一下 然后呢 我想气息他 就那段时间 我有时候会找那个男同学 倾诉一下 就故意发一下 我俩的合照 的朋友圈 那你纯粹是跟我在示威吗 你哪是气我呀 我明白是气一下 明显当时那会儿 点人都特别难受 他就发这种图片给我 我想气一下他 他就过来找我了 结果人家直接打电话 什么都不问 直接跟我说要分手 我就特别受了 你说那会儿我特别伤心 你知道吗 挺伤心的对吧 对啊 我以为他找好被胎了 然后把我当什么了 这是 你是知道的 之前他一直追我这个人 你是知道我不喜欢他 那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 不就是想挽回你吗 那你当时没必要 发这样的图片吗 什么样的图片 就是他俩一起吃饭呀 什么的 我就是故意的 不是那你这个 怎么跟大家解释呢 前一阵子刚发完结婚照 后一阵子又跟另外一个男人吃饭 你这是算离婚了呢 还是算什么呀 不是 我发那个彭帅 只对他可见 他现在就特别小 孩子气你了 还真是厉害 只对他可见 这都是你干的事 不是 就是因为 是不是你干的事 是 好吧 然后你再说 不是的后边那段话是 就是他现在 就觉得我是个累赘 我觉得 我就是不想和他分手 就是不想分 他要就跟你分手的话 你怎么办 那我这不就是过来找你们 还是不太想跟他分 是吗 就毕竟两年挺不容易的 我感觉他一点都不成熟 现在 特别小孩子气 你追人家的时候人家成熟吗 他一直知道我就是这样的 对呀 那你得好追人家 那会儿在校园这儿 现在都已经工作了 应该成熟一点了 我感觉 怎么成熟吗 而且他并不体谅我 我干什么他都不支持我 他叫我天天陪着他 大男人不可能天天老陪着你有吧 听见没有 大男人不可能老天天陪着你 刚追的时候天天陪吧 那会儿是小男人是吧 现在散场大了对吧 也不是这个 你臭小子 没别人吧 没有 没变心吧 现在就是感觉我们俩之间沟通可能有问题 就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说是吧 感觉一直应该一直我在迁就他 不是 他现在特别烦我 他说得轻你知道吗 他真的特别烦我 就对我特别的冷占 你都没有感觉到他烦你了 那你还不走 我也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 我是不懂啊 你们看看怎么办吧 来 一起进入秋比特份卷 男生 你能坦诚地告诉叔叔 你出国是为了学业还是为了逃避 说实话 为了学业吧 真的不是逃避女朋友 我肯定不是逃避 但他总以为我是逃避 他总感觉两个人的感情必须得在一起 就是有点距离就不行了 那意思 你可能和这个女生是初恋吧 对对对 我看出来了 因为他真的没有经验 因为这份感情我还是挺认真的 因为你确实 因为是初恋没有经验 所以你没有处理好爱情和学业的关系 所以导致了你的学业下滑了 那么这一个我认为不能完全怪他 你自己也有责任 对 我自己肯定也有责任 爱情这一个东西有时候也蛮神奇 你处理得好 对你的学业工作生活它是一种动物 如果处理不好 你会成为一种负担 像你这样一次考研你都承受不了失败 孤身一人到了国外 挫折风险更多更大 你承受得了吗 如果你不是逃避 你对自己的这个出国可能 还是要慎重的把握一下 另外作为女孩 我们也零零尽致的感受到了你的桌 你的幼稚和你的任性 我也绝对相信 你对这个男孩的感情 肯定是99.99的存经和100%的存情 但是你不知道用怎样的一种方式 怎样的一种心态去爱这个男人 你的这一些行为 我认为还不能一个桌就可以涵盖的 有的是相当的过度 比如说你给他公司打的那一个谎暴的电话 你可能会把他前程度毁掉 这样的病有传染 不告诉公司不告诉同事 还在工作 你认为这个性质严重吗 另外你把追求你的男生和你的合照 发到了朋友圈 虽然他一个人看到 你有没有考虑过他的感受 在感情问题上男人是经不起刺激的 不要说是一个初恋的男生 我一个老男人我都经受不了 我爱人如果今天发这样的图片 我节目都不录我飞回去 其实就是吃个饭也没有特别亲密那种 你这一种行为在他眼里 他不认为你是在刺激他 他会认为这是真实的 爱一个男人 我们不能用这样的一种方式 这样的方式最后你收获的肯定是痛苦 男孩我问你一句 你们在刚开始谈恋爱的那段时间 就在你考研之前 他也是这么任性吗 之前还是挺单纯的一个女孩 并没有那么任性 你知道他为什么突然变得任性了吗 可能工作之后 那种爱情跟校园又不一样了吗 因为校园是基本没有什么班可上 多时间陪他 所以这才是真正的关键点 现在和以前不一样 这种不一样 女孩敏感地察觉到 她做的所有的这些事情 其实都是想把它改变 而你告诉我们 在你的人生规划里头 有它吗 有话的 说实话 有 如果是有的话 你刚才明明说出国 是为了要提高自己 你考研 其实也是为了自己 你在这两件事情上 有它吗 有 真有吗 我感觉两个人的爱情 面包爱情都得有 但是你在阶段 你在阶段里面 是把你的自己的前途 那就是童话了 放在了第一位 在你有出国这个念头之前 有没有跟姑娘商量 没有 他瞒着我的 瞒着你 所以你拿什么说 在你这个规划里头 有它呢 不光没有 你心理素质还很不好 你是接受不了失败的 这仅仅是挫折的开始啊 当你从学生时代 转化到职场的时候 接触社会的时候 你所面临的失败 会越来越多 所有的困难之下 你都要找原因吗 不先看自己吗 打上台之后 你就一直哭上了脸 我不认为 女生做的很多事情 都是那么的无理 里面其实透着很多的小可爱 只有你体会不到 因为你 你的心已经不是当时的那份心 想想 如果在热恋的时候 一个女孩想跟你去上结婚照 你是何等的幸福 而且你还不见她的父母 所有的现实表明 你对这个女孩 不是那么上心了 你的心在变了 所以我觉得你们所幸啊 你们就摆明了 谈今后的规划 是否能在一条路上走 是不是一个方向 如果明确的方向 如果她的心就在国外 你有没有可能去 如果没有可能去的话 那你们何必谈这场 没有任何希望的恋爱呢 这个最近微信朋友圈里面 说一事 说在中国还是哪个地方 有一个那个动物园 这动物园的那个 老虎的那个区域 送进了一只山羊 让人很奇妙的是 这老虎没把那山羊给吃了 也没欺负它 倒是跟那个山羊 非常亲密地在一起 逆逆歪歪 而且过了三个月之后吧 这山羊中了三十斤 而且这个山羊非常的过分 经常站着虎穴 不让虎睡觉 而且还经常爬在老虎的头上 但是过了两个月之后 也就是他们爱情的蜜月期 度过三个月之后 有一天老虎一巴掌 把山羊拍到了山坡下面 这山羊还不知道 到底发生了什么 所以后来有人把这个故事 引申为一个爱情故事的结语 说要告诉大家 爱情的力量虽然非常伟大 不同的物种都能够在一起恋爱 但是作要恰如其分 宠要失可而止 你知道你是那只山羊吗 我觉得我不是左 我告诉你 你的问题最重要的不是左 你最重要的问题是 没有自知之明 你没感觉到别人都讨厌你的吗 你没感觉到别人眼神里 从上来为止 所有的眼神 没有一丝像热恋时期的呵护 关爱和那种怜悯 又或者是疼惜 没有 眼里一直放射出来的就是讨厌你 很厌恶你现在的所作所为 以前的撒娇 它当成是生活当中最甜蜜的东西 但现在你的撒娇和自我 成为它最厌烦的东西了 你不明白吗 你看我现在把你都说哭了 你听他为你辩护了一句吗 如果他爱你 他现在就应该跟我辩论 你凭什么这么说我的女朋友 他没有 说明他是真讨厌你 男生也别去找借口 什么爱情与面包 现实与梦想 又或者是爱情的热恋期和倦怠期 又或者是说自己实在是压力太大 别找那些借口 这些借口虽然有一定的原因 但是 其实就是很简单两个字 烦了 是吧 如果你能够跟女生素期长谈的说 亲爱的 我现在真的是压力非常大 能不能稍微给我一点空间 让我好好把眼靠完 把雅思考好 我都是在为我们的未来考虑 如果你是这样非常理解性的 非常亲切的跟她交流 我不相信这个女人会没心没肺要骚扰你到那种地步 你好她也好嘛 但你肯定没有这样说过 一定是像今天一样冷言冷语 用一种讨厌的眼神来看着她 更何况 还有一点是你永远逃不过去 那就是你始终躲着见她父母 即便她现在是很烦 但是如果你确定了你的未来当中有她 你愿意跟她好好地过下去 你不会死活拖着不见她父母 好像见阎王一样 但我当时感觉确实没有准备好 不是准备好的问题 你错了 这完全是借口 再怎么没有准备好 也好过于将来可能做你 岳父和岳母的两个人 对你印象这么差 对方父母已经很不看好你了 这是你希望看到的吗 如果你爱她 这不是你希望看到的 说白了 你现在你满脸的样子就是烦了 我现在烦你了 你满脸显得就这两个字 所以呀 一个要记住自己 之前是怎么不怕烦 现在如果真烦了 不要舍不得说 虽然老说分手很讨厌 舍不得分手更害人 而至于女生 你要有自知识明 虽然我觉得 把所谓的结婚婚纱照 发到朋友圈里 是挺荒谬的一件事 但我话说回来 不是所有的男生 都会觉得这很荒唐 在觉得甜蜜的同时 一笑了之 这姑娘真是 其实心里应该是美滋滋的 只有一个人心里 并没有打算 要一辈子跟你在一起 才会觉得这是一件 很荒唐的事情 所以说这个时候 你应该是捡起自己 自尊的时候 收起你的撒娇 做回你作为女人的本分 好吗 就这样 听老师说完之后 有没有觉得自己作呀 我还是觉得 有还是没有 有一点 有一点 只是一点点 对不对 我告诉你 爱你的男生 一点都不觉得你是作 都爱死了 觉得太可爱了 作真的是没有标准 对 不是说一个女生 把我系鞋带 背我 不是说这就是作 只要别人欣赏 怎么做都不过分 别人讨厌你了 你做什么都讨厌 没觉得作 但是他觉得 他要觉得就是作了 还不是作一点点的 就作大方 你也一样 好聚好散这个词 懂吗 不爱就是不爱 你别跟人说这个呀 什么我要出国 坦诚一些 女生 把头抬起来吧 那婚纱照还在吗 在 你那婚纱照拍完以后 下次你再谈恋爱的时候 会给你男朋友看吗 不会 万一你那男朋友 发现你这婚纱照怎么办 不知道 不知道 没想过 单纯了不是 所以你看 从这点就说明 人一心一想嫁你 而你小子 可真没打算要娶他 爱就是爱 不爱就是不爱 别再说那些 魔能两可的话 害死人 对不对 一起进入黄金六十秒 因为我觉得这两年的感情 也挺不容易的 我是不想轻易地放弃 所以我才会 就一而再再再再确认 如果你现在对我 就是还有爱的话 我希望你 一会儿能出来 我感觉两个人的爱 应该相互包容 不是第一位的迁就 我感觉咱两个 应该再好好想一想 回去吧 请回 来 请关门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关注我们的节目信息 请大家关注 新浪娱乐 腾讯娱乐 搜狐娱乐 网易娱乐 凤凰娱乐 欢迎大家登陆 优酷土豆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乐视网 PPTV 距离爱奇异 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看看 这对年轻恋人的选择吧 请看 傻孩子 来 姑娘 有话跟那小子说吗 不是 我以为他会转过来的 他如果转过来的话 我就以后会改改 我的那种脾气境格 但没想到他没转过来 好 努力也做过了对吧 那个婚纱照你删吗 还是留着 删 删 那当初拍他干嘛呢 傻孩子 没事你不用删 即便是以后的男朋友见到 你也可以跟他说 我是一个感爱感恨的人 我曾经为一个男生疯狂过 那是我成熟的一段过程 啊 还是那句话 如果是你的菜 他就会包容 说白了就是 什么男人是爱你的 别人看你都说死了 那男人说 哎呦 他可真好 这就叫真爱 明白了吗 回去吧 开开心心的 生活还得继续啊 下面还是一对年轻的朋友 他们碰到了怎么的困难呢 各位请看 我俩在一起有一年多了 我觉得他这个人 也太不懂得女孩了 不管什么事情 都是我主动 我也没觉得我怎么样 他可能对我要求太高了 我也不知道 我该怎么做了 我觉得他能够试着改变也行 但是我也想办法 让他多跟我的朋友交流 他也总是拒绝的太多 我也不知道 为啥他动不动就跟我生气 我琢磨不明白 他也不跟我明说 老是莫名其妙的 我感觉 我跟一个木头人在谈恋爱 得不到男朋友的一点关心 还要这样的男朋友有朋友 掌声有请这一队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夜24岁 来自山西 工程师助理 女嘉宾小王22岁 来自青海 是一名学生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好嘛 这个一个山西的一个青海的 是吧 应该是在一起读书对吧 你就是出去一块吃饭 然后认识的 出去吃饭认识的 对就是我们一起出去做兼职嘛 然后朋友一块出去认识的 谁追的谁啊 是他追的我 你追的他 咋追的 就是朋友一块吃饭嘛 然后就其实大家一块都挺闹腾的 就是该去吃该说说 然后你看他一个人就坐在一边 也不跟人说话 就地默默的吃 然后我一看这个男生 就是我感觉挺秀气的那种 我就觉得对他感觉就挺好的 然后呢 然后我就问那个 我朋友 就问他要微信嘛 然后就加上了 两个人就聊天 然后有时候约着出来一块吃饭 都是你主动 对 追了多久就追到手了 两个多月吧 哎呀被女生追是什么感觉啊 还可以 还可以 还可以是什么意思啊 这臭小子还可以啊 很享受是不是 今天谁要来的 我要来的 为啥 就是他现在这个态度 就是让我都弄不清楚 他到底是因为 就是这个脾气性格 一直就这样对我 还是因为他就是根本不喜欢我 就是我感觉啥都要我主动 就特别木讷 就没有什么风趣 就不懂风情 还不解风情 对就什么都得我主动 就是特别累 什么都是你主动吗 对嘛 就是因为我还上学 他已经毕业了 他从来都没有主动打电话 问我什么时候有时间带我出去 都是我给他打电话 说要不然你来找我吧 我们去吃饭 然后吃什么都得我得定 谁买单 他买 还好还好 好歹还买了单是吧小子 为什么这样不喜欢人家 不是呀 我感觉他喜欢吃什么 就让他吃什么好了我直接把钱给他就可以了 然后我点的他不一定太喜欢吃 你就喜欢默默坐在那吃是吧 不是 那你为什么这么对他呢 你想跟他一起吃饭吗 想吗 那你为什么不主动约他呢 他平时给我打电话 然后我有时候工作忙 然后他自己出去的时候 有时候他也不叫我 然后就 我这么问问啊 姑娘你告诉我 就第一次拉手是谁主动吧 我 我 是吗 不是你这个皱眉是几个意思啊 他就是觉得就是 他老害羞 就感觉在路上两个人牵着手 就觉得他有脸红 牵着手也脸红 对就是就是第一次牵手嘛 然后我冬天就特别冷 十二月份那会儿我说 我就暗示他 我说我说好冷呀 我说手特别凉 然后就逛街 然后他说的啥你知道吗 他说 那又不然我俩去那个商店里待会儿 身上暖和了 就手也暖和了 说的挺实在的 不是我都那么暗示你了 我就一直就想让你 拉着我的手多暖一暖 他说那就去商店里待会儿 我当时就炸了 我就说 我就说你 你非得让我把什么话都说的 在明面上 然后你才能做嘛 我的意思就是想让你拉着我的手 就给我暖一暖 就那样 然后他才拉着我的手 我就感觉特别不情愿 哦 就是还有接吻也是 晚上两个人就是 吃完饭就溜达嘛 晚上分情也比较好嘛 就是天也比较好 不光是我们 就是也有好多情侣 都在那转嘛 然后我就看见就是 旁边有一阵情侣就是演那个 嗯 嗯 摸摸打 嗯 然后我 我没有很爱是他 我就是 就是靠着那个 那个栏杆 然后我就闭着眼睛 我想他应该 我都这样 我觉得他应该能 那个什么 然后我等了 我等了好长时间 我一睁开眼睛 人家在这玩手机呢 哈哈哈哈 啊 然后呢 我问他说你干嘛呢 啊 他说我 我这回微信呢 啊 我说你没瞅着我干啥吗 啊 他说你是不是 呼吸心间碰气 啊 啊 然后呢 我就不想跟他说话了 我就直接摔手 我就走了 我说那你玩也熟悉吧 我说我走了 啊 然后他都不知道 我为什么要生气 那最后怎么摸摸那成功呢 嗯 他就是 你主动吧 嗯 反正也算是 就是我暗示完了以后 然后他打了 你估计你不是暗示吧 你是不是跟那手一样 就那么说了 你难道连这个都听不明白吗 是吧 嗯 初恋啊 初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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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纯 不过女孩那个 那个暗示也太 太隐晦了 我昨晚半天 如果混成我现场 我也不敢那个 我也玩手机 那你觉得她应该怎么暗示呢 你说一个吧 哎 哎呀 哎呀 你看看 哎 我们那会儿那个比这差远了 哎 行行行行 总之就男生很 很 让你觉得很 啊 是吧 对 别扭 就是我俩可能也就好了将近一年 反正一年多了吧 就是也有小的那种 今天日啊 小假期就是什么的 然后从来都没有送过我什么 那种值得纪念的小礼物 从来都没有啊 对 就什么都得我暗示她 你知道吗 就是我不说 她就想不到点上 我就跟她说 我说那什么 我朋友 她男朋友给她送了个口红 我说你颜色特别好看 然后我就说 我说我也挺喜欢的 然后她说 那什么 你喜欢 多少钱啊 要不你去买吧 她给你钱 让你自己去买 对 我不是因为说 我想要这个东西 我就说人家 都有男朋友送了什么东西嘛 大家一块出去吃饭 都拿着说 这是我男朋友送我的 然后就她都没有 我都没有办法说话 明白 我问你啊 你要跟她撒娇的话 或者说受了委屈了 你跟她倾诉的话 她会安慰你吗 我们有一次就是 就她会惹生气的 然后她就哄我 我就我俩发微信嘛 给她发了一个那个 就哭脸的表情 然后她就问我说 你为什么要哭啊 说你别哭啊 什么 你要是不坚强 谁替你勇敢 你说的 你不能替她勇敢吗 我感觉一个女孩嘛 自理自强一点比较好 自理自强一点比较好 这臭小子 不是你是我男朋友 她说完这个话 我真的是气不打一出来 我简直就像那个 天哪不雷虹一样 我说我是你女朋友 我说你这说的什么话 我说这是男朋友 跟女朋友说的话嘛 那我问你 你们俩吵架吗 吵 你们俩应该吵不起来吧 这小子不吵的 我一直在 不得不得不得 我气得快要炸了 就有一次我俩晚上吵架嘛 就跟她打电话 我说行 我说不想跟你说话了 我说挂了电话 就把电话挂了 其实我这边等她电话呢 我等了半个多小时 人没反应 然后我再跟她打电话 她还不接 我说那行 我发短信 短信也不会 然后微信也没换 我就当时 我就晚上一个人生梦气 我气得要炸了 你知道吗 为啥 我睡着了 你睡着了 我真不知道 你跟她吵完架 你睡着了 我第二天早上起来 就看见手机上那个 哎呀你是真可爱这孩子 跟她谈恋爱有意思吗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就是 她就是特别木讷 我就特别累 她关心你吗 咱们这么说 就有些人可能性格就这么木讷 她关心你吗 她关心 关心不就行了吗 但是我觉得两个人谈恋爱 就是女生都喜欢有点什么 小惊喜 小浪漫之类的 她关心你 你说一个事来听不听 我怎么没一分听到了关爱呢 就是我不是前面一阵写论文什么的 就是电脑就坏了 然后我就跟她打电话说我说电脑不行了 然后她就立马就是赶过来 就是特别远 她就立马赶过来给我修电脑 然后我要是有什么事的话 她都都会帮我解决 就是她就是不会说什么那些甜言蜜语 也不会就是说 呃做特别浪漫的事情 但是我要是有什么事 就是需要她帮忙或者干什么的话 她都会在 就你明确地告诉她说 我现在需要你 你来她会来 对 哦 毕业了 嗯 现在还经常约她吗 哦 她给我打电话我就接 她给你打电话你就接 她不给你打电话你会想她吗 发个短信 哦 你给她发短信哈 对 发什么呀 最近过得怎么样呀 我的天 你不接 就是她就是那种聊天终结者 嗯 就聊了点就把天都聊死了 嗯 发短信你干嘛呢 你最近怎么样 我都不回她你知道吗 你想她吗你告诉我 嗯 那你为什么不发短信 说亲爱的我想你了 就有时候就想不起来 就没那么 不会那么太 啊 哎 不会那么太浪漫 这不叫浪漫 我觉得你 太有意思了 你学什么专业的 我学汽车设计与制造 汽车设计与制造 现在不都讲人车互动吗 你人人互动你都做不好 你怎么跟车互动啊 嗯 你不至于吧 小伙子 我看你跟他也聊不到一起 有能跟你聊到一起的人吗 工作上 就只聊汽车设计的时候 你行是吧 对 有生活话题你能聊吗 嗯 你喜欢什么呀 喜欢汽车 喜欢车 对 喜欢游戏吗 不喜欢 喜欢车什么呢 就喜欢设计车 爱画图纸 爱画图纸 对 你的生活就是这样 倒也挺单纯是吧 平时自己也跑跑步 还跑步 还有别的爱好吗 打篮球 就是你 你有特别好的朋友吗 有 都聊什么 一般都是跑步接触的一些人 然后打篮球接触的一些人 然后公司工作上的一些人 啊 明白了 这也是你圈子里的人 是吧 对对对 你跟我说你跟他在一起高兴吗 他高兴我就高兴 他高兴你就高兴 你高兴吗 还可以 你愿意跟他在一起吗 你多少天不见他会想他呀 就平时就两三天吧 两三天不见就会想 这个想他的时候你会怎么办 给他发短信啊 就问你在干嘛 哎呀 我心里就特别累 就是我作为一个女生 就是我俩干什么都得我操心 都得我想 出去吃饭吧 就是我都全部都得定好了 然后他来了以后 他也不跟我说什么 大家一块吃饭吧 就说什么电影呀 聊聊八卦呀 人也不说 人来就告诉我 我坐几路车来的 坐了多长时间 我得想想 我一会儿坐什么车回去 得坐多长时间 因为当时就是很 很晚了嘛 过去已经就 就是心里边一直想着 那辆公交车什么时候发车呀 就把回不去 你今天为什么来你告诉我 是他要来了 所以你就来了 对 那你来是为什么呢 我就跟他吵架 就吵不出来 就问不出来什么事 我就想到底问问他 就是你到底是这个脾气 就是天生的 就是再也改不了了 还就是因为说 对我的那些种种 就是因为你不喜欢我了 明白 他的意思是说 你爱不爱他 还可以 还可以 你是真够目的 你打算娶他吗 还没好 还没想好 还没想好 特别诚实 男生你能感觉到 他对你的爱吗 你害怕他走吗 害怕 他要走了 你怎么办呢 挽留他吧 怎么挽留他呢 就 假设他现在要走 你挽留给我看看 就 给他发短信 然后就 你在这儿 你还给他发短信 哎呀 我受不了你了 我崩溃了 三位你们看吧 一起进入 穷比特问卷 此刻我只想 问男生一个问题 你明白无误地告诉我 你真心爱这个女孩吗 嗯 哎 另外 女孩是不是感觉到 在你们的恋爱过程当中 她很像一台电脑 说死机就死机 就那一个类型 对 确实你就刚才说的 那一个桥段 女孩 闭上眼睛 等待着男朋友的吻 她却在低头玩手机 你今天就想了解一下 她是性格死然 还是故意为之 我的判断 她是前者 因为你们两个人 好之前 就是因为 她非常有个性 非常另类地 在一个角落里 自己默默地吃做饭 引起了你的注意 对吧 对 她就是这样的一个性格 她不善言谈 不愿主动 是自己精神世界当中的一个宅男 这是一种人的性格 当然你认为这样的性格 能不能为你做一些改变 我想不可能 人的性格有时候就伴随着人一辈子的 当然 也有一些女孩 恰恰就喜欢这一款的男生 你认为 她不解风情 但是可能在别的女孩眼里 她们认为 她非常的纯真 又非常的纯粹 她们就喜欢这一款 你承受不承受得了 这样的一个男生 这需要你自己考量一下 好 谢谢 谢谢伯鹏兄 男生 你有没有想象过 自己以后想找一个什么样的女朋友 平时就能照顾家就行 照顾一下我 就彼此互相照顾 互相理解吧 就是不需要激情的 是吧 你觉得想象当中的 理想的女朋友 甚至今后的妻子 就是可以照顾你 对 你觉得她可以照顾你吗 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你喜欢打篮球对不对 有时候经常我也打篮球 我们打篮球的时候 可能大家互相都不认识 你会做过主动 咱们打场比赛吗 你做过这种事吗 有做过 一定 因为你想 对 即使你可能不是特别善交际 你也觉得对方是陌生人 那即使你想的时候 你就会主动去做 对 你再对比一下你和她 你有像打篮球那么想和她在一起 其实还没有到那个程度 我不相信 再木认 当她遇到了真正自己渴望的那个异性的时候 她会保持自己不主动的那种状态 她一定会用她的方式 可能很拙劣 可能很幼稚 但是一定会表达 就即使你是一块冰 她也有被热情融化的水 这就是爱情 可能你真正想要的 或能触动 让你变成很热情的 很主动的那个女孩 还没有出现 你现在只是在想 来了这么一个女孩 又基于你自己原先很被动的性格 她说什么就做什么 这个女孩又不错 所以你就在一起了 但是她不是你的真爱 女孩 其实你看中的她那份 所谓的与别的人不一样 不喜欢表达 你看中的就这一点 对不对 那怎么现在又受不了这一点 她是否是你想要的那种人 或者说 你是否真正了解自己想要什么人 好像也不对 你觉得在那一刻 那么安静 很有魅力 其实你并不喜欢这么安静 不主动的人 因为只是在那个场合 大家都是另外一个样子 所以她反而凸显出来了 然后激发了你什么呢 我能不能改变她 我能不能把这么一个 冰冰的人 变成一个热热的人 你不能 因为你不是那个 能点燃她心中那团火的人 所以说还是回到初点 了解自己 就是说我真正不要喜欢 什么样的人 这样呢 这个问题就都解决了 你别搞错了一个概念 爱和善良是两回事 一个善良的人 他未必爱你 但不妨碍你从他那获得温暖 但是善良给你的温暖 是被动的 爱一个人给他的温暖 一定是主动的 刚才我问你 我说他关心你 你举了一些例子 无非都是你发出邀请 他在给你关爱 给你温暖 这是善良 这不是爱 你想想看 其实爱是一个人的本能 当你等着他亲你的时候 作为爱的本能来说 有谁不愿意回馈给你热烈的温呢 很显然你的温对他来说 一点诱惑力都没有 爱情的感觉本来就是燃烧 这种燃烧是不由自主的 甚至不需要催化剂的 他连情不自禁都没有 你想想看 你的温对他有多大的诱惑力 所以你别搞错了 他只是个善良的男生 却不懂爱 也不爱 我曾经不止一次地告诉大家 爱不爱一个人 没有标准 不能说这样就是爱 那样就是不爱 因为爱情这东西 谁都没见过 只能用心去体会 但如果要说有标准 那就要问问自己内心 有没有这样的感受 你是不是无时不刻地想牵挂 你无时不刻地想要见到他 看看他在干些什么 每天都会有非常莫名其妙的担忧 下一刻他会不会死 他会不会病 他死了我怎么办 如果你有这些感受的话 他就爱上你 但他没有 他完全没有 那你又何必强人所难呢 你不过是迷恋他而已 喜欢这个东西有的时候 特别明显 爱就是爱 不爱就是不爱 你怎么点他 他也点不然 所以不要强人所难了 他很善良 但他不顺你的爱 明白吗 就这个 女生你要好好想一想 他就是这样 你要不要 如果你觉得不幸福 你就走开 不要再纠结了 明白了吗 男生啊 坎诚一些 一会儿进去的时候 好好想 是你不爱人一样 还是你性格的一种表达 好吗 好了 时间留给你们 一起进入黄金六十年 我觉得 我现在真的特别累 我 我觉得每次都要我主动的话 我真的不知道 我要怎么再继续 跟你相处下去 我觉得我 我得好好想一想 我的性格就是这种性格 你平时也是我目 然后 我真的没办法迎合你 不想说了 来 请亮灯 女生这个状态是对的 不想就走吧 来 谢谢两位 请回吧 谢谢你们 来 请关门 这一队的选择 是什么呢 请开门 好结局啊 好结局 好结局 这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结局 重要的是两个年轻人 能诚实地面对自己 男生也诚实地面对了 女生也诚实地面对了 看来这一年的爱情 让他们累得够呛啊 这个好了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 一辈诗爱情保险 来自万诗的爱情保卫站 专区的网友 向陀老师提问说 我和男友恋爱四年 一直异地 感情很好 现在终于要大学毕业了 我想回老家结婚 他却和我坦白说 因为寂寞 在大学交过两个女朋友 但他还是喜欢我 求我原谅他 我要对你的坦诚 因为他本可以不说 但他之所以要说 说明他内心 还是希望在婚姻之前 能够有一个庄重的表达 至于原不原谅 他这两次的出轨 我只能告诉你 如果是我 我做不到 好 谢谢 谢谢陀老师 我们的节目是由 保时护肤领先品牌 伊贝诗 也要保时 伊贝诗 伊贝诗 防晒霜 冠名播出的 如果你想参与我们的节目 可以关注 伊贝诗的官方微信 或者到伊贝诗的线下 销售网点进行报名 感谢电视机前 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